為何怎麼拍都不漂亮 近年越來越多不同的互動光影展 最近香港就有以繁花做主題的展覽 到底怎樣可以在這些又多人又暗的光影展 拍到漂亮的照片欺騙? 就讓IG達人Timmy教你幾招吧 Timmy,我們這些展覽 我經常都好像很多人拍 影響到很多人女神不滿意 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準備一些反射性比較強的東西 好像鏡子等等的物件 令到人流太多的時候 可以輪返旁邊的影響 令到整個畫面更加豐闊 你同時可以反射到 有兩本書的出現 花草草也會更多 有兩個模特兒出現 令到畫面更加有趣 如果你平時沒有鏡子 你可以試試用電話 其實她有一個很強的反射效果 通常出來後 ble bearing效果會有鏡子 一般的光影展 或影響 insulation的展覽 場景都是比較暗 我們都可以準備掉一些小燈 下方的色情看 也可以代表得很易難賣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的表現 亦有道理會影響 不會是懷媿 而成立得很暗 做一個前景的效果 令畫面增加夢幻的感覺在這裏出現 拍攝這些展覽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選擇廣角的鏡頭 因為我們可以整個很完整地拍攝 整個展品 由天、場、地都可以掌握到 令到出來的效果都更加漂亮 還有更加有震撼感 電話都會有廣角的效果 其實都有廣角的作用 更加方便 不需要經常使用相機 手機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在眼衫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叫模特兒 選擇一些比較淺色的衣服 場景都會比較暗 還有這些是一些投射的展覽 如果你穿淺色的衣服 其實那些圖案都會打到那件衣服 令到看出來都會有一個很有融合的感覺 我們拍完一張照片之後 都會做一些後期加工 令到這張照片更加豐富 首先我第一步都會先調整個意識 令到顏色出來其實更加有層次 後面那些黑色就不太出色 所以我們都會令到影響更加暗 而光就會突然顯出來 而另外因為我覺得 我想主體是放在中間 所以我會有時加上暗角 令到模特兒都會光 而令到旁邊的效果都是暗的 其實模特兒的面都太過紅 而可以調整對比度較少 令到模特兒的面穿更正常 最後再調整飽和度 這樣整張照片就會鮮艷好看 這樣就可以了 對呀很漂亮 不如我們下次去日本看吧 好呀 作為航空界 希望我們都可以盡我們的能力 無論在外國和其他人做文宣也好 或者作為一個大人 在各方面幫助小朋友也好 我希望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工的特質 或者利用我們工種可以得到的東西 令到可以幫到最多的人 我是空姐 我是香港人